资料的合併 现在是把资料再分割出去 当然前面那个范例 你也可以再把它分割出去 比如说我们刚刚合并之后 里面可能有月份的资料 当然也有什么里面的 很多其他项目 比如说有什么 这个商品 你可以按照商品去做分割 那我们再取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以这个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Ctrl向下 它这个有2500 到2500 所以资料量还蛮大的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快速做一个查询系统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需求是 我希望查那个业务姓名 姓名叫什么 我给他梳立一个关键字 他就自动帮我把那个人的所有资料 帮我查出来 或者是你不一定是按照业务 按照各种 反正你只要需要查的 如果是文字的话 那当然你是关键字 如果是数量的话 是大于小于等于 或者是Between在什么区间 那如果是日期的话呢 也可以什么 哪个日期之前 哪个日期之后 或者哪个日期之间的相关查询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也是资料库嘛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 Excel 它也可以拿来当资料库 只是它效率不好而已 效率 还有就是它有比数的限制 像刚刚同学问那个最大可以放多少 那理论网路上是说两区的 可是那可能是Face32 就是单一个档案最大 可是如果你用NTFS 可能就没有这个限制 那你问我这 因为我基本上还没有遇到 就是我会用到那么大的两区的那种资料量 因为两区的话不得了 两区的话你可以放多少字 其一个字吧 那但应该也 如果你要跑大量资料 还是建议你可以用资料库来跑 它绝对会比用Excel来跑快上许多 可是以大部分人来说 会跑那么大量资料 应该是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99%以上的应用 其实Excel就够了 而且因为Excel目前 因为记忆体也增加大了 所以也比较不会有什么 记忆体不够用的问题 还有那个比数也100多万 你说一个资料 超过100万比的话 这个机率应该也不大了 OK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需求 Excel就够了 那相对的很多人 对资料库的需求变得比较小 但是没有 不是说没有需求 只是说变小了 所以有些同学甚至说 老师我可能暂时用不到资料 我说没关系 你先暂时用Excel就好了 那如果你真的哪一天 但是你也不要说完完全全没有危机 因为以后你难保会用更大量的资料怎么办 那你就没招了 你说老师我以前学的都还给你了 怎么办 那你就只好你再学嘛 对不对 没关系啊 反正这东西其实都是活的啦 有些东西其实你不要把技术当成死的 死板板的 它随时都会变动 而且主要是理解啦 像很多东西我非常讨厌用去死背的啦 你看我这东西其实都是都是活的 是直接是针对那个问题去解决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那也许有的时候每一次当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啦 但这个地方都有一个可以调整的空间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我假设啦 我们的需求是要查询文字 那我可能会希望什么 输入一个关键字 它帮我自动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名称就是你输入的那个业务姓名 比如叫菜头 他就把这个菜头的所有东西都帮你把它放进来的话 那以前可能你需要建一个资料库 可是你想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用资料库 这资料都在这里了嘛 你就帮我全部做好就好了嘛 那其实当然可以 你可以怎么样 第一个用刚刚一样的方法 请你录制一个聚集 聚集然后利用什么 资料里面有个所谓的筛选 筛选里面比如说你今天筛选 假设你希望怎么样 找到了是菜头的这个人 然后你游标放在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开一个新的工作 所以你等一下会需要撰写程式的时候 需要知道工作表如何新增 其实到底很简单啦 Shit 有没有 点后面一个方法叫add add的时候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add要add到 原来的哪一个工作表的前面还是后面 所以呢会有一个参数叫actor或before 冒号等于指的是你要传什么参数 那如果你actor有没有 冒号等于是等于哪一个 比如说最后就是第一个的后面的话 那他就帮你新增到 或者是新增到所有的最后面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share.com share.com的话就是总共那个 我不知道哪一个 反正就是share.com的后面那一个 那永远都是最后面那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增加一个 然后怎么样 Ctrl V Ctrl V之后还要做什么呢 就是常用里面的那个格式有一个什么 自动调整栏宽的嘛 我喜欢用这一个 你们格式这个应该用过吧 不过他这个在VBA里面就录一行叫colons 就所有的colons 点有个方法叫autofit fit就是fit嘛 自动帮我调整宽度 这样就简单 然后呢再怎么样呢 把这个重新命名 命名叫什么呢 叫菜头 菜头完毕之后呢再帮我切回来 这样一个cycle 可是问题呢你将它录完之后 你如果希望那个名称呢 可以不要是固定的 那你可以怎么样 设一个变数 让使用者去让他输入什么 切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取消筛选 再最好游标怎么样 再帮他移到什么 第一个 这样比较贴心移动到这里 这样子 就一个cycle了 再来就是说呢 最简单的方法用input box 让他输入 input box 跳出一个 请输入 什么什么 查询的业务姓名 那你就把某一个人输入上去 然后他就帮你查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流程 因为我想应该录制大家会 只是说你要花一点时间而已 那我们如果假设 我已经录好了 而且已经在云端 所以我就把这个demo 主要是把那个流程跟各位run一遍 然后呢请各位 所以一样问题05的程式码 这边也有 上面我有些相关叙述 自己稍微看一下 因为如果你以前用Vilip函数查 就是查一查 又查那些东西 老师那不行 你太复杂的东西 老话一句 还是不适合用简单的函数 你要进化成VBA了 所以你要upgrade到 上班族现在不止3.0 你要到4.0去了 因为工业已经4.0 所以第一个筛选业务 那我们后面这一段程式 所以等一下录制聚集 我先录制一个叫筛选业务 然后把刚刚的东西录完之后 就这一段 那我demo一下给各位看 因为这个动作都一样 有没有 游标1到9 这些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那我只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x拉出来 x哪个地方改 其实最重要的是 我筛选的那个地方 它叫autofilter 后面会有个criteria 1 这个是1 本来是你找的那个 比如说原来叫什么菜头 菜头两个字 假设你是找的是菜头 你就把菜头改成x 那再来就是由这个来改 另外还有哪个地方呢 这个新增工作表 并且重新命名 就是add after 缩点看 我刚刚刚讲过了 就是新增到最后面嘛 那你要给它重新命名 有没有 那因为你新增的那个一定是放在最后面 所以最后面那个 就是名称叫做什么 比如说你输入那个名称x 假设是什么小米好了 ok 然后它就自动又帮你做一次了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已经做完了 并且我在这边呢 也增加一个按钮 叫筛选业务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查询系统了 所以往后啦 你看这就拿我这个来当范本好了 以后你要贴上 你就可以马上有个查询系统了 查什么呢 假设你要查 就是小咪好了 你就把小咪输入上去 然后按个确定 小咪就查出来了 全部在这里了 ok 然后呢 一样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如果再点它一下 如果查什么 查老王好了 按个确定 老王又出来了 ok 不过当然 这个是所谓的单次查询 变成你要点才会有 那后面当然会讲到 所谓的批次查询 那所谓批次查询就是 我不想要那么麻烦 可不可以告诉我全部的 我按按钮 全部的业务 我几个我不管 反正全部都帮我列出来 那最好 或者批次业务 产品 产业别 产品等等的 按下去自动 其实有点类似 枢纽分析表 但是枢纽分析表能做的事情 它有限制 但是这个比较没限制 这个弹性很大 你要怎么做 就自己可以怎么产生 那这边 大家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时候呢 假如你在筛选什么 筛选小咪的话会怎么样 小咪对不对 你会发现 这边已经有一个小咪了 那你再给它小咪 工作表名称 它有个限制 不能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会怎么样呢 就会有bug了 有没有 该名称已存在 有没有 所以呢 当然你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你可能要想到 一些防呆的问题 比如说 如果它输入一样名称的话 那你怎么办 当然你要去推想说 它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使用者它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原因的 因为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分析的 因为使用者的行为 就是 不过当然 我们可以从 如果从可理解的部分 那非理性因素就算了 大部分都因为 它想要重新查询 也许你前面的总 就是那个总表 资料有更新的吗 比如说这个业务人员 它又有新的资料 那它可能需要 先把旧的删掉 再帮它查一个新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你该怎么办 所以后面会有个进化版 就是呢 你要先check一下 这个除了第一个以外的 后面的工作表里面 有没有跟你的X是相等的 如果相等的话 那你先把它删掉 点Delete 就是 shits 刮胡 那个X 点Delete 然后呢 再查询一个新的 这样不就OK了 对 那user 他怎么查 都给你最新的就对了 那这样子 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 该怎么防止它错误了 所以我们会需要 几个重点 第一个 如何比对的那个工作表名称 第二个 如果比对到有相同的话 如何把它删掉 OK 所以请各位呢 也许先聊 因为这个逻辑应该知道 所以第一个 请各位先开启 那个问题05的范例档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我大概做出来 我们可能会 有需要做这些东西 然后第一个是筛选业务 那这边程式码在这里 但是如果要防呆的话 在底下 这个因为什么 变形的问题 可能也要先解决 因为那按钮它会压扁 这个等一下再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其实我们基本上 这个的查询功能 有几个 但你可以把资料 丢到资料库再查回来 不过有时候圆水 或者是说你可不用那么麻烦 因为你可能资料量不多 你干嘛那么麻烦 把它丢过去再丢回来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在Excel里面做查询 也就是说把Excel当成资料库 那我们也不用思考语法 用里面最简单的筛选就够了 那其实大概可以把很多的问题解决掉 而且如果user他希望查东西的话 你就给他弄一个系统 他要查什么 按下去 他觉得蛮方便的 蛮好用的 OK 所以这里的话请多云 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